刚才我们在说 我们想吃白肥一片 白肥一片有没有还是姜酒 世界最开是 它是有肥片 然后那个肥片 这个牛肥 这个口感不深好 所以就把它盖上去 其他一些牛杂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主要是 准备了一个牛腥 这个是肚子 肚子 这个是水 梨子 这个是 牛头皮 头皮 是不是有一些肥片里面 还可以加一些牛肉 对 对 对对对 看你喜欢就好 但是呢 这些是属于 事先你焯好水了的对吧 船那一部分对 船那一项 船那一项 船那一项没树 我们现在把它做树 所以它这个猪肉的肥片 它就是一个白鹿 白鹿是需要香鸟 香鸟来然后来取消 本身的一个行为三味 然后我们就是想 我们开始树 刚远点我想问一下你 你晓不晓啥叫白鹿 平常我们吃的那个鹿水 肯定不是白鹿 它白鹿啥意思 丢着牛奶吗 白鹿是 我再给你挖坑 贝鹿是啥 贝鹿就是不加任何糖色 或者是一些脂脂 那些是颜色的东西 然后就是远汤来做 放些香料 好这个是用的白水 把它烧开 把这几样东西 用进去煮一下是吧 对 煮到什么程度才算好呢 煮到这个牛头皮 一定要拿筷子 能够轻轻地把痛苦 然后流心 流色 一定要拿筷子多一下 里面流流血水 如果流血水 就是没有头 那现在煮的这个环节 是不是就该加香料 对 加香料 你准备好了 只要接五六种就可以了 有木香 有这个三麦 还有两姜 还有把酒 香也都行 这个就叫白卤了 对 好 那现在我们这样卤 大概卤多少时间才算好呢 至少是五十分钟左右吧 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之后呢 一般来说废片 它是一个凉的的吗 对 我们要把两头 两头才能切 要不然是不怕切 好的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要煮五十分钟 好 那全哥 你现在在切香菜是干嘛的 整个是把白片需要你不了 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芹菜啊 少的 对 芹菜就是 香菜是必不可少 对 香菜芹菜 好了 现在油温已经起来了 哇 撒点花椒 花椒 你看这辣椒都是两种 一个是鸡的拐的 捐的 一个是撑的 种椒 稍稍微再染红菜就行了 切也不行 因为辣椒不会香 我们是要这个油还是要这个椒 要这个椒 八口辣椒的意思就是在于这样要切 嗯 晾了它就脆了 它也不会太细了是不是 嗯 对 东西这么多 嗯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种最传统的古法方法 嗯 最经典的方法 对 这个最传统的 它为什么不一来的时候就把它切好 切碎 呃 再下锅去炸 对 你在海角面的话它就是失去了 失去了那个那个想象味道 这个切成什么样的橙色才算好 刀口角就是稍稍切的比红油海椒面要大粗一些 哦 比的海椒要小一些 要小一些 对 哦 好 我们这已经切差不多了是吧 对 蛮好 好嘞 我现在的这个已经晾凉了 对 冒点小车气没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嗯 然后我们就把它切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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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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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活了半天 我们终于吃到嘴里了 哎呀 嗯 这个味道 一觉就是 才溅的熟油 弄什么都好吃 是不是有时候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什么笋子啊 这些东西 可以 垂顺 笋子啊 豆干 打粽丁丁啊 开带实施啊 自己弄手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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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